原调题 他们有令人喜敬的爱国情操 有令人同情而垂类的人士不幸 他们的品格不知感化多少文人莫克 其连之处又让多少人为他们感叹 提起秦怀和 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是张艺谋的电影《金灵十二拆》 还是历史上著名的秦怀八雁 秦怀和似乎都和风月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发生在文人和名记之间的缠绵粉色的爱情故事 秦怀八雁的名号 最早出于明朝以老于怀的板桥杂技 指的是明末清出南京秦怀河畔的八位残艺名记 最初是包括顾恒波 董小婉 变玉京 李湘俊 寇白门 马香兰六人 后来又加入了柳如氏和陈圆圆 共称为秦怀八雁 又称金灵八雁 秦怀八雁不以其身为悲 依如常人努力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生活 但由于生不逢时 让人生充满着悲哀和凄凉 而柳如氏就是这其中的代表 柳如氏 本姓阳 明爱 后改姓柳 明尹 浩和东君 因为独心契级的词中有 我见青山夺妩媚 廖青山见我因如是 故自好如是 浙江嘉兴人 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因家境贫寒 很小就被卖到松江盛泽镇归家院做婢女 所谓归家院 十级一纪女院 幼小的柳竹是受到归英院掌门徐卓的熏陶 也能诗词 善说话 才艺出众 在文学和艺术才华方面 被称为秦怀八雁之首 清朝人评价他的诗作艳过六朝 情深百菜 他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艺诗佳话 和颇有文采的诗稿图上草 勿吟若语诗读 柳如是曾与南明副社领袖张富 陈子龙友好 与陈子龙情投意合 但陈子龙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 柳如是宅序要求很高 许多名氏求婚他都看不中 有的只停留在有一阶段 最后于崇祯十四年他二十余岁时 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领袖 文明颇著的大官僚钱千亿 崇祯帝自义 清军占领北京后 柳如是支持钱千亿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 不久清军南下 兵临城下 柳如是却钱千亿与其一起投水殉国 柳如是奋身欲沉水中 被钱千亿阻挡 后来钱千亿投降清朝去了北京 柳如是留在南京 后来钱千亿做了半年清朝的官后脱兵回家 柳如是鼓励他与上代抵抗的明朝将领联系 柳如是更是全力资助为劳抗清一军 在爱国民族气节方面 柳如是真是大大的超过了 作为文人是大夫的钱千亿 1666年前逝去世后 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 柳时为了保护钱家产鉴 竟用吕博结相自尽 恶棍们虽被嫁走 一旦踩女 却这样结束了一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